老師 各位自公平黨司長 各位在場的師兄 師姐 大家好 我今天的分享會分兩個部分 我今天的分享會分兩個部分 其實對長生學而言 我會覺得對我首先是緣起一昧 因為其實在八十幾年 我已經參加高級班結業去參彰化場了 然後可是因為有著這個站緣 我會覺得是處處遇到貴人 在八十幾年的時候是有到彰化場去 但是那時候男同還沒有調理戰 所以那個張師兄他因為乾淨化的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是拜託我們同事同樣 上位高級班樂同事幫他調整 那一直到了九十二年 他還因為滿幸運的有肝臟移植 所以就表面上是健康的 所以相對國美就放會了 就對長生取救 然後放在一邊 就不再去想這件事情 這是很抱歉的地方 一直到了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緣起不媚 然後善美一直存在著 在一百零八年在我的工作上 做一個職務商的調動 那因為我跟新的主員其實很不熟 可是有一天有一個監導師 他今天在在場 我一直沒有被對他表示感性 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 督導很棒槍我要調班 調很多個班 因為我要去幫那個彰化 參加高級班五天 那我才知道說原來藍頭有條理戰的 長生取這個東西 那因為那一百零八年 是張師兄他也會心臟衰竭 所以在台大 先在台大醫院住院 又再去亞大醫院住院 所以剛出院 他算一天三餐 加起來要要吃二十幾顆 快要將近三十顆 所以整個整個說是樹種 無測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就想到說 長生學 那我就想到是我就Google一下 原來這麼近 就在藍頭高上有那個條理戰 所以第一次去的時候 真的楊素崇老師 楊素崇師姐非常熱心的招呼 然後之後我們就有信心 就是二十四就持續的去條理 那也就透過這樣的條理 到後來就是說 也是都是平穩的進步 並且是平穩的進步 可是總是到一個瓶頸 好像跨不過去 那張主任他一直鼓勵說 他要去參加那個 自己來參加上課 所以到九六去參加了 民間班的初級班中級班之後 真的有感覺 而且從那一次之後 整個病情就很明顯的改善 所以藍頭條理戰的志工 應該都蠻有感的 是說他從第一次進去條理戰的時候 是用助行器用服務者進去 步離很安塞 然後一直到後來最好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騎機車 到條理戰自己騎機車回家 那是最好的狀況 那其實說後來 因為他服藥還滿多的 所以有知識性低血壓 那最近因為有知識性低血壓 又不小心半夜又跌倒了 所以那個行動比較不方便 今天就不方便上台 跟他一個領獎 跟自己來做經驗的分享 那因為畢竟說一個人長期的 被疾病的這樣的限制了 他的行動力 還有又面對跟疾病對抗 所以在意志上 難免會比較消沉 那所以這次過程中 真的我要在這邊特別感謝 張主任跟楊老師 因為他們會 他當時用他出現一些 比較說比較憂鬱的狀態的時候 他們會陪伴他出外曬太陽 然後在戶外幫他調理 真的是感恩在感恩 那我們也期待說 因為根據醫學研究報告是 心臟衰竭兩年的存活 律師部超過90% 那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我們每天都在努力 他個人也在努力 那最感謝是說 這些志工的陪伴 那我也是 自我期許說 明年如果高級他回去的時候 他的病情不再進步的話 希望他能夠自己 能夠站安排來跟大家分享 他這一年來努力的結果 我自己有分享的部分是 我在大學院那一年 因為高考分發就必須先做一個體檢 那時候就被檢查出來才不再知道 說我是立肝帶緣 那這些年來我一直認為說 因為我也是一個想的概念是說 立肝帶緣是不能逆轉的 不能變成陰性 我一直是這樣想的 結果今年沒有每年 我們工作上都必須健檢 今年拿到健檢之後 我的皮肝變抗理 變陰性 我就跟我們同事說 因為我們那個是 我們那個健檢是招標的 那經費都是一定會被壓到 用最低標的招標 我就想到 我就跟我們同事說 這個醫院應該是作業錯誤吧 我怎麼可能皮肝帶緣會變陰性 然後就剛好是要去亞大悶者 就說好 那我就去給他 掛個那個那顆圍子看看 結果電下來 醫生經常跟我講說 你的病毒素已經很低了 一到變成是過氧性 幾乎已經快要驗出病毒素來 也就是驗證說 我的皮肝帶緣應該是真的使變年輕了 這是我一個意外的發現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二個是說 我常常很頭痛 可能是我家族性的遺傳 因為我的姊姊也都是這樣 我二姊三姊也都是這樣 那我也常常要吃止痛藥 吃的最有效的是日本EVA那一個 我常常一天要吃兩顆 特別是像我們帶水承去參加活動 有一次去花點石劑朝山 連續三天的活動 我三天吃了十顆的止痛藥 然後可是到了 就是常常到長生學的調理站去 那師公師解放的調理 我現在跑到最多一個月吃兩顆這樣子 雖然沒有到完全不用吃 有很多幾個月幾乎沒有吃 那最近一次我是吃兩顆 所以我是真的是很感恩長生學 那再來就是我參加這個團體 給我的感覺是說 我每次到這個團體 不管是參加活動的調理站 我都會覺得說本來很焦慮不安的心 都會得到平安喜樂 那我也試著 因為想說退休之前 總不能等到退休才開始想說 我要加入哪些社團 所以在退休之前我就想說 我開始再選擇 我要加入哪些社團 那長生學目前是我的首要考慮 那我過去也曾經試著去參加過 他們的就是說到外面服務的社團 只是說我覺得師姐 有范醫生師姐 他給我很好的建議是說 我們在去幫助別人之前 他先把自己的身心靈調整好 因為我第一次就參加他們 跟他們去福利參加志工 志工服務 可是一去我自己就先倒了 我就是 當然上中級班的時候 我就第一次出現就是 互相交流學習調整 調理 那我師姐就 人科高級班的師姐就幫我調理 一調理沒多久我就老了 調那個吸氣 那同樣的我去那個 去福利屋的時候 是我幫別人調 我就站不到五分鐘我也就倒了 倒在廁所 後來我認真 我不敢跟師姐講 我先去上廁所 結果我就倒在廁所旁邊 結果搞得就是 豪姐 楊老師還有那個佐老師 然後結果師姐就在幫我急救 沒事我一個人就 當天就浪費了三四個資工的能力 所以後來換師姐有跟我分享說 你要去幫別人服務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身心靈調整好 所以我就再次跟大家分享 也是再次表示感受再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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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